靠近张树一路的细科南站只见大同路上的机车阁停得满满满 机车位真的一位难求 细科火车站每天四五千人搭火车 不少都是骑机车来转乘上百个停车位根本不够停 不少民众就抱怨早上上班赶着搭火车 但是却找不到停车位真的很困扰 一个细科站这边来转乘的这个里面的一些束缚非常多 现在这边真的是说有没有这个摩车位一位难求 那我想说今天这个警察议员提出这个 我觉得说这个一个作转力那么高的话 有一些汽车的空位可以挪出来来化作这个机车 来解决目前这边这个机车停车的一个困境 每天早上通勤的机车组因为会把机车停带 我们西哥站我们左右侧这里 那机车数量相当多 那导致于说供不应求 那因为我们西哥站旁边也有很多汽车阁 所以我们今天就协调我们交通局过来 依照他平常停车的状况去做一个调整 在结果成情后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也先了解周边的停车状况 发现机车阁几乎都是停满 反而是汽车阁几乎有一半都是空的没人停 所以也邀请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当天也发现西哥南站往北站沿着大同路 还有不少汽车阁闲置 而根据统计也的确汽车阁有四到五成是闲置的状况 所以现场也要求调整 我们调出今年我们整个西哥站旁边的停车周转率 那可以看到从1月份开始 那因为遇到疫情从44%掉到32% 那直到这两个月已经比较疫情比较稳定 大概也是停车到47% 都平均整年不到一半的一个停车周转率 我们预计在年底会把完成 那先把调整各往北两个停车阁 往南两个停车阁 那总共大约会有增加25个机车停车阁 江城有闲置的汽车阁部分改化机车阁 预计增加30个机车停车阁 改善西哥站机车通勤组 找不到停车未停的情况 就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